葡萄醫療團隊慶祝馬家小姐弟出院 一個多月來 葡萄為馬家小姐弟進行復健手術 媽媽看到孩子治癒後狀況良好 感恩禮拜十不禁哽咽 不方便的行動 感受也很髒 烧烫傷後小姐弟有些關節部位 因為後來直皮部位皮膚緊實 造成行動有些不便甚至疼痛 姐姐過去走路還一拐一拐 弟弟也因為脖子皮膚拉扯 讓頸部動作甚至收化進食都不順利 經過普及外科復健整形手術 小姐弟過去這些症狀減緩許多 儘快能夠回復到正常的一個學校部落 家庭裡面的角色 我是覺得這個也是同樣重要 所以我想這個治療就不只是一個 整形外科醫師的治療 是整個團隊一起配搭 讓它逐漸形成一個完整的一個 全人照護的概念 我們學校會一直持續的在關懷 我會定期跟不定期的這個來巡視 看看小朋友有沒有什麼困難 需要我們的幫忙 我會盡我最大的能力給予即使跟關懷 馬家小姐弟受到社會大眾關心 加上普及醫院後續復健醫療協助 讓馬家小姐弟復健之路順利許多 但復健之路漫長 馬家小姐弟仍然需要持續關心 記者NO 南投人愛 採訪報導 不高 不高 不高